我覺得今天 民眾黨才是真的是 當頭棒赫 被 敲醒 知道有人搞政治這麼毒辣 你知道嗎 可以這麼毒辣來搞政治 查不到金流對價照樣押 押人取共 兩個月看你撐得住撐不住 撐不住就來投降啊 他最多可以怎樣 演押兩次 可以押你押六個月 這就是 畢國的法律啊 畢國的法治啊 你知道吧 我就押了你 最多可以關你六個月 看守所的處境 是比監獄還要差的啊 他當初就是這樣設計的 因為羈押就是要逼你 讓你難受 逼你講出真話 他就這樣設計的 我今天有個民眾黨的朋友就問我說亮哥怎麼辦 我們老大被抓了 我說怎麼辦 回去鍛鍊武功啊怎麼辦 人家怎麼治你你就怎麼治他啊 司法媒體都這麼不公正 那就來啊 大法官七個候選人 通殺 我管你是誰 通殺 NCC 所有的人事 通殺 國民黨要不要配合 你就看著這個輿論吧 國民黨你如果不配合啊 下一個就輪到你 我說這個事情的教訓就是這樣 讓你認清楚你的對手就是野蠻對手 對野蠻對手只能夠用野蠻的方法 來以力量來制衡 他司法這樣 追殺你 媒體這樣亂搞你 我就不讓你大法官司法院 還有NCC能夠運作 大家都來亂搞嘛 我讓你這七個博士當大法官有什麼意義 你能夠讓 下面執法的人能夠不那麼亂搞嗎 做不到嘛 所以通殺 準備當野蠻人 沒招了 我跟各位講 亮哥早就覺醒了 亮哥19歲啊 就在對抗國民黨 我現在已經63歲 我現在已經63歲 我19歲就在對抗國民黨 我19歲就在街上 發傳單啊 發黨外候選人的傳單啊 那有一些人就這樣來跟我拿傳單啊 那跟我說什麼你知道嗎 那句話我到現在都還記得 44年前的 44年前的事情 就有人跟來跟我講說 這個年輕人你很勇敢 你很勇敢 你很勇敢 我19歲的時候 我當街發傳單啊 我當街發傳單啊 有沒有警總的人來拍照 建黨 我不知道 我也不管 我也不管 因為我就是不爽 不爽啊 喝杯不爽啊 我那時候對國民黨就是不滿啊 我在幫人家發傳單啊 黨外的候選人 旁邊有一些人就圍過來說 年輕人你很勇敢啊 我跟各位講我們現在就是需要這種東西啦 你不要怕民進黨 他就是個紫老虎 當大家都敢 對抗他的時候 你看他敢不敢那麼囂張 所以我說你要練功你要做好準備啊 你要搞人家屠利 我也要搞你的屠利啊 所以我說每一個政黨 都要成立政策攻擊小組啊 你不要整天文周周的啊 沒有用的啦 就是你要去想的都是 我怎樣才能夠有 戰術上的攻擊 那維持一個 力量上的平衡 不然我跟你講你很難活下去的啦 就我那天碰到國民黨的委員吳宗憲 我就跟吳宗憲講 我說啊 10月啊 這個司法院那個憲法法庭 事件案就要出來了 因為他的day night是10月底啊 你的國會改革事件案 可能全部都被推翻啊 那我就我們中憲兄啊 中憲兄也是很老實的啊 他檢察官出身了 我說到時候你們怎麼辦 他說我們就提出2.0版啊 因為他自己也誇過講過這個好語啊 他說國會改革他一定堅持到底 你把我違憲踢回來 我立法院就再修個版本 那我就問中憲兄啊 那你的籌碼是什麼呢 你這個修過了 送到憲法法庭 就再給你搞一個暫時處分啊 那再搞一個 宣判違憲啊 那不是一切又重來 你永遠都在 這個輪迴當中啊 1.0版被幹掉 暫時處分 然後宣布違憲 踢回來 你開始搞2.0 然後去 又到暫時處分 然後又到被宣判違憲 你就一天到晚在搞這個巡迴啊 你有沒有想到有什麼籌碼啊 我們中憲兄就是老實人啊 他就想不出來啊 他想的就是他要堅持他的 理想啊 國會要有調查權啊等等的 他知道法案該怎麼推啊 我說啊 你們就跟民眾黨合作啦 大法官通殺 NCC人士通殺 你要有大法官是不是 7個 那來談啊 如果覺得籌碼還不夠 這個會期是審預算 重要的預算給他通殺 來談啊 你這麼野蠻我當然要野蠻啊 不然你哪裡會怕我啊 所以我就說啊 我跟各位講啊 我就看到那個張旗凱啊 張旗凱那天就民眾黨就出來看了一個記者會啊 在談他們下個會期的優先法案 張旗凱我認識他很久啊 他很斯文的人啊 他那天都激進起來了 他對監察院非常火大 因為他 長期在研究超私 巴西雞蛋這個個案 那他要行使國會調查全被擋下來 那監察院說他有行使調查啊 調查個鬼啊 有約談超私的老闆嗎 結果張旗凱就很火大 看記者會他就說啊 他要提 監察院 要把他廢掉的一個修憲案 那事實上這個是不會過的啦 因為修憲要四分之三 然後他又另外提一個 他說除了什麼政治現金管理等等等 必要的支出之外 其他監察院的預算他全部都要刪掉 哎呦 我就說哎呦 齊凱兄你刮目相看啊 你可以想出這種絕招啊 這種絕招他以前不會這樣思考的啊 他真的是被氣爆了 你不這樣你哪有籌碼 一樣 一樣 所以我說 下個會期立法院 就進入 大家都來耍大招的時代 因為民進黨這種野蠻政黨 你不耍大招 他不會屈服的啦 什麼叫耍大招 保證你 賴清德沒有大法官 七個人都不會過 除非你來跟我交換 國會改革 保證你憲法法庭不會把他幹掉啊 我們台灣的民主很不幸啊 只能夠退 倒退到 最赤裸裸的對決形式啊 不然你哪有什麼籌碼 你有什麼籌碼 民進黨為什麼要甩你啊 我跟你講他現在想什麼 我如果把他的現在的想法告訴你 你國民黨就開始發抖 我跟你講他現在要幹嘛 你知道民進黨準備要幹嘛嗎 他準備開始挑啊 看你國民黨這裡面有幾個委員啊 一個一個把你KO掉 現在顏寬恒不是出事了嗎 一審有罪啊 明年2月1號之後 發動罷免 震天才 不是有個助理有事嗎 發動罷免 我跟你講這個政黨就只會這樣思考 他就開始一個一個鬥爭 鬥爭到你國民黨沒有過半 到時候你就後悔莫及 你不去整理 民進黨執政 各縣市跟各部會的圖利案 你侯友宜 盧秀燕 就準備接受圖利案的攻擊 這個政黨就是這樣啊 他每天在想的就是 進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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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大地盤 擴大地盤 搞死對方 搞死對方 所以你還這樣想 所以我跟吳宗憲談完我就跟他講說 你們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如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 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暖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Chill 我們來看 出購物 去找一些 購物 展示 我們來看